102年地价税最近开征 今年刚好碰上三年一度的公告地价调整 市府统计台中市29区的公告地价 全区平均有15.78%的涨幅 而西屯区因为有包含12区在内多个重化区在进行 因此涨幅高达了39.92% 成为地价调幅之管 像西屯包括7区一直有持续上涨的现象 还有极其的开发 包括第二单元有一部分在西屯区 还有第一单元还有12区 还有水南这个地方 我们所发现的涨幅都比较高 因为这个地方市价很明显的有上涨的现象 除了西屯区涨幅惊人 南屯区跟北屯区也涨幅不少 而同样因为土地重化而涨价的 还有原台中县的大理区 这一波公告地价调涨了21.04% 是原台中县的第一名 但属于旧市区的中区 却因为过去发展快速 目前市价没有在上涨的空间 反而调降了0.05% 至于中区因为旧市区 目前看起来还一直在没落当中 所以我们中区我们调整的幅度 不仅没有有时候还往下调整 台中是最有价值的地产就在那里 所以它会再进一步活化 进一步活化 不过就是要进一步活化的时候 我们做都市更新 必须要有很积极的都市更新的发展 等到铁路高架化以后 然后火车站附近开始做都市更新以后 我相信中区它会再复兴 虽然中区地价略为下降 不过房地产专家看好小品旅馆进驻 以及台中州厅等文化资产 加上之后台中铁路高架化后 渴望带动中区地价的新波动 而目前的地价税也因此平均成长了30% 民众的荷包可得要勒紧点 接下来穷风台中采访报道